第六十五回 讲到夏宁商见进来的人当中 没有他妈妈在 他心去头就很急了 就问了 我妈妈去到哪里呢 为什么不见他进来的 于是方丐惠如就将事情的底細说了出来 他说给夏宁商知 黄普华的毒针很厉害 在玉树山上走开车子 就是被他的毒针杀死的 当时段归宗也在场 刚才斗善良好多用衣袖挡开 不是的话也难逃劫数 就因为你妈妈知道了 受人的毒针利害 所以才不让你出去 你妈妈亲手杀死了黄普华 但是 他也被黄普华的毒针刺中 终于死了 啊 妈妈死了啊 哈哈 夏宁商即使整个外沙 等等声向洞口冲了出去 但是他刚刚跑了几步 忽然大叫一声 吹到一大口才出来 就整个运不住了 南枝雲联王帮他推血过宫 铁摩勒又撕到一副衣衫出来 湿到冷水 敷在他额头上 过了一阵 夏宁商时已慢慢醒过来 一醒过来之后 放声痛哭 妈妈 威月就说了 夏姑娘 灵堂的后侍还要你扮 他又为了要我们转告给你 你不要太过伤心 你顾着身子要紧了 夏宁商就问了 我妈有什么话教下的呢 威月就说 他要你将他的骨灰 葬在你爹那里 你爹当年是在德州被害的 他的坟墓 我们将他建在德州城外的珠穿山下 夏宁商的母亲 从来没有这件血案的真情 告诉他 以前他娘要他杀王普松 理由也只是因为王普松 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 所以要他为江湖除河 并没有提及到什么杀父之仇 南西运从段归正那里 虽然略有所知 但是因为 以真相未明 也没曾对夏宁商说过 所以夏宁商听到威月的说话 当同打多个大打他就问了 我爹 原来是被人害死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威月跟着就说了 控手就是这个王普华 你爹 是在和你妈举行第二次分离的过阴幻客 被他那么杀死的 这句说话一出 不单止夏宁商很惊讶 连南西运也嚇到脸色都变买 为他接着话 夏姑娘的老头两次举行婚礼 新娘都是他妈 事情是这样的 夏大俠第一次结婚 是在天山南路的一个小城 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边方之地行合 万里同行 喜居不必 所以就在小城里面草草成婚 我刚好得那么绞逆在那里 参加婚礼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他们两个人回到中原 有些朋友就知道了 就要他们来补请回饮喜酒 再加上我们这些喜欢热闹的朋友喜红 你都知道的了 你爹爹因为交友好说 就索先再举行一次分离了 那时候 你已经是两岁的小孩了 由于你父母要在江湖游合规大不变 所以就将你寄养在外公的家 你爹娘的第二次婚礼 你没有在场 当时有很多不幸 你爹还没曾跟自己的朋友 相对别情 唉 就被王普华杀了 贵长啊 你那时候也有参加婚礼的 想你 你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女儿了 是不是呢 团贵长就说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当时真的还没曾知道 寡不知走过车时 也曾经对夏侄女的身世有所怀疑了 跟着韦月就将王普华怎样勾他展龙飞 怎样屡次冒充他阿哥的名头 施下华山 怎样在江湖上互作飞位 怎样暗外夏星囤的经过 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除了夏连湘的身世这一段 是他假造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实情来的 夏连湘这几年来 一直为了自己的身世之迷而好烦恼 现在才撥开云露 整个人豁然开朗 虽然还有父母伤亡之痛 但是 比起他未曾知道真相之前 心情就变得轻松很多 为了聂造的真相 讲得似曾似老 不但解开了夏连湘的心头之结 连南济运也信到十足 不过只有王普松 老泪满腔 伤心到极 南济运夫妇再次向他道歉 再次向他指借 为了他忽然说 眼露合意 又要讲疯疯癫癫的说话 南大俠 我真的要为老朋友求你一件事情 南济运就问了 老前辈你言重了 南某 若能做得到的 一定尽力而为 又怎么说得上一个求字呢 哈哈哈哈 这件事呢 就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 南济运正想问他是什么事了 维宇就说了 现在时候不早了 你们也应该出去 早点替你的外母 扮认你后事了 段阿嫂 你快点扶着夏姑娘走 我跟南延侄说几句正经的说话 夏凌湘哭得全身都没力 斗先量扶着他走在后边 维宇就拉着南济运走开了几步 小小的对他说 南儿侄 我来问你了 你想有多少个儿子呢 南济运侄都侄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 至少有三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 就接你南家的乡德 你外父母子 那你的第二个儿子 就应该继承恶家 是不是啊 南济运就问了 那第三个儿子呢 黄浦运这次大意灭亲 他帮了你们不少 南济运就说了 是啊 我们以前将他误作是坏人 实在很过意不去的 但是这个和老前辈所说的 有什么关系呢 韦就说了 为什么没关系啊 你不知道吗 他是丐帮的长老来的嘛 今生是不能够再除妻生儿子的了 你若然有第三个儿子的话 就可以过计给他 以为他的晚年 南济运不过觉得好笑啊 生多少个儿子 这个真的是上天才能够做主的 好了好了 我如果有第四个儿子的话 还可以送一个给你 那 那你就已经答应了我了 哈哈哈哈 后来 南济运果然在四年之中 生了三个儿子 这个就是后话 现在暂且按下不表了 且说一行人 他们走出了山洞 夏林相见他娘亲的尸体 哎 当当哭到暈倒了 为了帮忙 将冷雪毛的尸体焚化了 然后将骨灰装在布袋里头 也好在夏林相没有仔细查验 没有仔细查验他娘亲的尸体 所以就未曾发现到他是怎样死的 等到夏林相醒过来的时候 惠玉就说了 南济运 你还要回到同关附近 收编那些残儀的军官 德州来这里不过是几天的路程 我这个老乞丐陪夏姑娘到德州走一趟 将你父母合葬之后 我再和你们一起回来 做南济运一臂之力 夏林相就说 老前辈你的大恩大德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 我已经和你的丈夫说好了 你生多几个儿子就算是报答我们 夏林相听完 在痛哭流提子中 你不敢整面都红了 黄宝松咳了一声 他就说 我这个卫大哥 他说惯了那些疯疯癫癫癫的说话 你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说完另转头对南济运说了 济运啊 我埋了这个业障之后 还有一些事情要料理 将来我或者会去同关找你 南济运就说了 得两位前辈鼎力相助 南济运感激不尽 段归将叹到一口 他就说 唉 我和夏侄女的父母 当年是生死之交 如今夏卿的仇已报 我已了解到一件心事 只是还有士卿的冤兽 不知何时荒可得雪 唉 说回临去的前 还说在我们三个人当中 以我最有福气 其实我哪里都有什么福气 我生命最好的两位老友 都惨死了 我的儿子被空空而劫走了 至今上下落不明 黄宝松就说 段大俠 你不用担心 也不用烦恼 空空而 我是比较了解他的 我知道他的性情是骄傲一些 但是本性还是好的 只怕他不会怎么乱来 不过他若然真的变得坏到不可收拾了 我也不会和他说什么交情 到时 你我两人就以力来服他 不必他加返段大俠的仔就为 段贵将借过这两个意外 他就说 小儀的事还有一段奇事 史家兄弟为我而死 他的妻子身陷贼 我约深河安护 现在安护已经作犯 他的处境更加令人担心 我必须先探定他的小事 听我安护正准备进攻长安 我们夫妇也准备扮成难民 若游击可成就偷入贼营救他们出来 南济游就说 摩勒 你在这里无端端的担躲了几天 只怕皇帝老爷已经抛弃金城 向西逃走了 你必须赶快赶往长安才是 铁摩勒就说 我不知道几望皇帝老爷已经离开了长安 省得我做很多功夫 也省得我做这个倒霉的保镖 南济游就说 我不能够这么说 铁摩勒就打断他的说话 好了 你的大道理我已经知道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听完你的说话 马上赶往长安 于是他们就走下华山 铁摩勒牵着皇彪马 和他们同走一程 在路上才有时间 将他这几天的遭遇的详情 讲了出来 不过 他就隐瞒了皇彪 以对他痴情过一段无讲 正在那里讲话之间 他们已经走近山谷下边 展大梁住的地方了 哇 见那里 一片火光 合合声的烧起来 卫尔就觉得好奇 他就说了 咦 这样就怪了 谁个人这么沙胆 他这么放火烧了这个女魔头的屋子呢 铁摩勒就说了 想起了他的儿子放火烧的 他的儿子虽然不是合意中人 这个心地都还不错 大概已经下了他心 和他娘决烈的了 黄普松就说了 若然是他烧的 那就另外还有一层容易在里头 他是要使得他娘 不能不离开这个地方 卫尔听完 咬了咬头咬头的 没错 展大梁已经被我们发现他住在这里 他的儿子是怕我们再来 和他娘亲为难 又怕他母亲这个人 自负太甚 不肯离开他的脑筹 所以才一把火烧了他 众人一边走一边以论 铁摩勒连转头 望着红红的火光 过去几日来的经历 展大梁那副凶狠的面貌 黄愿义那种忧怨的神情 都一一这样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铁摩勒的耳朵边 又响起了黄愿义激动的声音 那个是当他在展大梁的掌握 就要被击毙的时候 黄愿义那种动人心拍的呼吸 现在这几间房屋已经烧完了 但是黄愿义在他心目里头的影子 始终不能够烧掉 想起了黄愿义 铁摩勒就觉得心里头一片迷茫 他跟着想 他的师兄对他真情失意 当然会一生一世爱护着他 如今他们已经摆脱了那个女魔头 一起逃走了 我们无需为他将来担心 没多久他们就走出了山谷了 段贵长和南世雲再次钉捉他一次 叫他到了长安 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千万不要任性而为 如果有不懂的事情 可以请教秦商和屈池北两个人 于是交代清楚 于是众人分道扬镳 铁摩勒跨上了黄飙马 就直往长安移去 黄飙马跑得很快 明天中午时分 就已经来到临同境内的泥山脚下 这里就来长安不过是百多里的路前 铁摩勒正迎着山边的热道奔驰 忽然间那批黄飙马详细一声 四堤田南不肯向前 铁摩勒心里头很奇怪 他心想 这批马在刀枪剑击之中尝且不怕 现在他怕什么 铁摩勒拍到拍马背就说 妈妈你不用怕走吧 那批黄飙马善解人意 在主人的命令下继续前行 走了一阵 忽然见前边靠近山咬的旁边 围着一堆人在那里 远远望过去 他们好像在指手画个争论着什么 铁摩勒在山上边大的 又自小连扎暗器 所以视力就很好 那几个人围埋了一堆 其中有个人的块面朝着他的方向 铁摩勒在马背上一眼望过去 不过心头一震 哈 这个不是展元修 为什么不见黄燕宇呢 铁摩勒这样才明白 原来他这把黄飙马害怕的原因 是怕到展元修 铁摩勒笑到笑 拍到拍条马颈就说了 哈哈 这个人啊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他不会再害你了 你放胆不用怕 就管走啦 于是铁摩勒 他将我的帽子压低了少许 遮住了半块面 两个压劫的马桶 快马直奔过去了 各位 展元修应该会出现在这里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 就明天再讲了 谢谢大家